叔姐姐 你为什么 什么对我 龙玄九倒在血泊里 疼得浑身颤抖 龙子叔拿刀翻搅着他的丹田 用力拉扯 终于拿到了 天生神脉 看看这耀眼的光滑 这才配得上本小姐 什么天生神脉 我不是天生肺脉 我发修炼了 龙玄九藤的撕心裂肺 龙子叔手里拿着血淋淋的灵脉 在他面前晃了晃 当然是你体内的这条天生神脉了 这还多亏了我母亲 慧眼如炬 是她在你出生时 就看出了你是天生神脉 这才出手封印了你的灵脉 我们早就计划好了 等你长大 就把你的灵脉挖出来 换给我用 原本我是不想杀你的 可是 你的这张脸随了你那个死鬼娘的狐妹子 明明都是废人一刻 可龙情虎那个偏心的老家 他居然还把你许配给灵天元 那可是灵甲 比我外公还要尊贵的灵甲 那老东西这么像着 那我当然要毁了你 不过 你也不用担心 用不了多久 你们爷子二人就能在地府团圆了 龙子书笑着踩上他高高冷起的地上 那对了 你应该想不通 当年你为什么会在兽山 被一群野兽灵虐吧 那是我 我悄悄地给你弄了欢仪丹 还特意把周围撒上吸引灵兽的药呢 是你 龙珠是你 害得我被受惧 不 爷爷 你们对我爷爷做了什么 断了他 小夏用力 龙璇九顿时惨叫 被腹部突然加剧的疼痛 给折磨得痛不欲生 龙璇九的身体 像是被撕裂了一般 婴儿嘹亮的啼哭声 响彻山谷 看着那出生婴儿身上的耀眼灵光 龙子书微微一震后 突然狂喜 他一把拎起刚生下来的小婴儿 贪婪的狂笑 这是又一个天生神脉 没想到 你这个贱人圈这么好命 不 不是你命好 是我命好 这孩子真是天子 若我能同时拥有两条神脉 那将来 孩子 我的孩子 龙子书 龙璇九看着被盗拎着的孩子 心如刀角地嘶喊着 拼尽全力 一点点地朝着孩子爬去 龙子书居高临下地撇向他 唇边掠过一抹狠辣的笑 好妹妹 你放心 你们母子的神脉 姐姐我会好好享用 话音未落 他便一脚踹出 龙子书 你不要 龙璇九七里不甘的喊声 绝于深渊之下 地上只留下一片 蜿蜒爬行的血迹 鬼哭牙 鹰仇剑 万雷奔腾 风云翻角 天地变色 突如其来的异象 惊动了整个上古风印里的飞禽走兽 他们全部如同感受到极强的压迫感一般的匍匐在地 整个风印里一片寂静 万千雷霆咆哮着 骤然冲向风印中心的神秘男人 可突然 雷云一转 竟然临时换道 直冲向密林深处 那个掩掩一息的女子 雷池中的男人微微抬眸 精美如画的五官上 略过一抹浮影之色 突破式的天雷被引走了 这是 附近出现了真雷之体 三年后 被这鬼姐姐困了三年 总算是能出去 出去以后 我得赶紧给小崽子巡要 小崽子的身体 再不处理会有大麻烦的 娘亲 你的小宝贝回来了 起开 小崽子 老实交代啊 你又干了什么好事啊 这小奶爪伤全是灵果的果浆 和各种明智的指引 小崽子肯定有去霍霍的药园子 娘亲 小宝贝这还不是想着 咱们马上就要离开这了 总得弄那小多小细的房山用嘛 娘亲 你一定猜不到吧 这是养养粉哦 小姑娘兴致勃勃的声音突然停下 疼 好疼 娘亲亲 哥哥 哥哥疼 又是这样 三年前 龙子叔强夺他的灵脉 还谋害了他刚出生的孩子 他满腔恨意 不甘坠崖 可没想到 他竟意外坠入着崖底的封印之地 醒来时 他察觉自己腹中 还有一个孩子 拼死将他生下才发现 他体质特殊 天生两条神脉 却阴阳相克 每每发作 便疼得死去活来 所幸 他被万雷轰炸以后 不仅灵脉重塑 且脑海里 多出一个神秘的印记 那印记里 记载了很多东西 其中就有如何压制 小崽子体内 灵脉暴走问题的办法 不过 小崽子这次发作 怎么会嚷嚷着说哥哥呢 难道说 他感受到了 那个孩子所受的苦吗 想到这个可能 龙璇九星中 仿佛被挖了一个 永远填不满的洞 疼到窒息 乱玉 聚灵殿 正在修炼的龙子书 默地睁开眼睛 腿里怎么不受控制了 这几年 明明用那个小野种的心 渐渐压制住了 体内那条灵脉 怎么这会儿又出了问题 难道 那个废物还活着 快速取出 怀里的传讯预检 中里面传音 娘 我体内灵脉 又有点不受控制了 你让令雪表妹 去鬼库阳附近查查 看那个废物 是不是还活着 切记 找到她以后 让表妹立即斩草出根 迅速起身 走到一旁 处于阵法中的小娃娃身边 小娃娃脸色苍白无血 闭紧着的双眼 因为察觉到她的到来 无力地睁开 可那双苍白湿血的唇 却绝强地紧密着 小杂种 你的血 是不是没用 大概是血放得太少了 那就多放点试试 龙子书压根没正眼看她一眼 反正这小野种 打小就是个哑巴 说话间 她伸手划破了小娃娃的手腕 鲜血瞬间 从她苍白鲜弱的手腕上涌出 可她却像是早已习惯了一样 除了皱起眉头 没有任何反应 一滴滴鲜血 混入阵法当中 阵法上燃起淡淡血光 最后都化为丝丝缕缕的血丝 冲入龙子书的丹田 北明旭一开视线 转而看向外面 这个女人不是娘亲 可我的娘亲在哪呢 那个坏女人说要斩草除根 是要杀娘亲了 还有妹妹 我刚刚从爹爹留下来的麦珠里 感应到了妹妹的气息 那是不是 是不是他们都还活着 三年来 那个留下麦珠的爹爹 一直没有出现 北兄叔叔说他在闭关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想到自己的娘亲 可能还活着 小娃娃无神的双眼中 悄悄浮起一抹 坚毅之色 我一定要逃出去 鬼哭崖底 苏令雪带着一队人马 正四处搜寻着龙玄酒的下落 哇 龙龙草 白叶蝶 雪芙苓 天呐 全是几品灵药 快快去踩 可突然 灵药堆里 冲出一个粉嘟嘟的奶团子 小小兄 这么大个人了 还跑来偷东西 真不害臊 哪来的小剑种 敢抢我的灵药 小兄大姐姐 那明明就是我娘亲亲种的灵药 怎么就成你的了 小剑种 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哼 我该当坏蛋 是让你偷东西 让你欺负小宝贝 小剑种 我要把你弄碎了威狗 溜了溜了 我何不想再因为这些乱乱用灵力 被娘亲尝罚 娘亲 娘亲 有人偷咱们家的药 还要打死你家小宝贝 你快来救命啊 紧追而至的苏令雪 惊讶地抬头 连想到这荒天野地里 居然还有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 把那个小剑种叫 剑种 龙玄九眸光一寒 抬手就是三个耳光甩了出去 剑人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过就是神将府大夫人的侄女 苏令雪 苏狗呗 这人认识我 龙玄九 你是龙玄九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本小姐赞仇找不到你呢 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三年前 你偷情生子 让神将府沦为笑柄 像你这种玷污神将府名声的贱人 就不该活着 你活着只会抹黑我舒表姐的名声 哇 太帅了 娘亲加油 把这些又丑又坏的讨厌鬼们 突突赶走 哎呦 那位猪头脸丑八怪 你带这么多人欺负我娘亲这个弱女子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差点忘了 良心这种东西 你们也没有啊 不可能 你这废物 灵脉都被挖了 你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嗯 灵脉被挖 你倒是提醒了我 娘亲 那个坏女人要逃 啊 逃不掉了呢 啊 逃不掉了呢 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蓝色巨兽 正冷冰冰地盯着她 那是 风雷兽 风雷大神 就是这个坏女人 带着一群人回到咱们家的药园 她骂我 骂娘亲 还带着一群人围攻我家容若不能自理的娘亲 真是坏套了呢 她突然伸出双臂 一把扣住小娃娃细嫩的脖狗 废物 这小箭种是你个孩子 你要是不想让她死的话 就乖乖自裁 否则 我现在就杀了这个小箭种 你 你别过来 我叫你站住 停下 你胆子不响啊 回我要员 还敢弄伤我家小崽子 表妹 好表妹 我 我以前 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但这次的事情 都是舒表姐让我做的 是她感应到体内的灵脉不稳 要我来斩草除根的 我 我改 我以后一定改 求您放过我一马吧 放你 好啊 是的 还没等她说完 龙玄九便一掌劈下 击碎了她的丹田 苏令雪当场疼得昏死了过去 冷冷地瞥了一眼 地上重伤的侍从 把这废物带回去 顺便 给龙子说带句话 就说 夺卖沙子之仇 让她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 龙小辈 让 让亲亲 小宝贝 难 难事的 一点 我不疼 利用灵力 在她身上施针 雷灵针术 也是源自她脑海中的 那个印记 虽然不知道 那印记 为什么会出现在 她的脑海里 但正因为有了它 她才能够在 被困这封印之地的 三年里 保住小崽子的性命 纠针过后 小崽子脸上的痛苦之色 明显有所缓解 但她体内的两股灵力 却依旧不算安分 不行 得抓紧去 听灵果 听灵果 长在封印之地中心 那里是阴阳之气 交汇之时 凝聚的暴风眼 极其危险 常人道之 必死 但这听灵果 能疏离灵力 减轻自家小崽子的痛苦 所以哪怕再危险 她也必须去 啊 拿不掉了呢 只见一只体型 庞大的蓝色巨兽 正冷冰冰地盯着她 那是 风雷兽 风雷大神 就是这个坏女人 带着一群人 回来咱们家的药园 她骂我 骂娘亲 还带着一群人 回我家 容若不能自理的娘亲 真是坏套了呢 她突然伸出双臂 一把扣住 小娃娃细嫩的搏梗 废物 这小箭种是你个孩子 你要是不想让她死的话 就乖乖自裁 否则 我现在就杀了 这个小箭种 你 你别过来 我叫你站住 停下 你胆子不响啊 回我要员 还敢弄伤我家小崽子 表妹 好表妹 我 我以前 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但这次的事情 都是舒表姐让我做的 是她感应到体内的 我临脉不稳 要我来斩草除根的 我 我改 我以后一定改 求您放过我一马吧 放你 好啊 是呢 还没等她说完 龙玄九便一掌劈下 击碎了她的丹田 苏令雪当场疼得昏死了过去 冷冷地瞥了一眼 地上重伤的侍从 把这废物带回去 顺便 给龙子说带句话 就说 夺卖沙子之仇 让她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 龙小辈 小 让进去 小宝贝 来 来睡 一点 我不疼 利用灵力 在她身上施针 雷灵针术 也是源自她脑海中的 那个印记 虽然不知道 那印记 为什么会出现在 她的脑海里 但正因为有了它 她才能够在 被困这封印之地的 三年里 保住小崽子的性命 纠针过后 小崽子脸上的痛苦之色 明显有所缓解 但她体内的两股灵力 却依旧不算安分 不行 得抓紧去 去听灵果 听灵果 长在封印之地中心 那里是阴阳之气 交汇之时 凝聚的暴风眼 极其危险 常人倒之 必死 但这听灵果 能梳理灵力 减轻自家小崽子的痛苦 所以哪怕再危险 她也必须去 入夜 封印中心 两仪之地 黑白两色灵力 在不断地撕扯纠缠着 凝成了一个 诡异而恐怖的风眼 龙玄九 人还没走进风眼 周身的衣服 便被灵力的风筝 给瞬间搅碎 为了小崽子 一咬牙 虑洞万千雷光 便硬着头皮冲着进去 身体瞬间遭受到 极阴极阳之力的同时撕扯 疼得她筋骨寸断 再往里走 她的皮肤 毛孔 全都被这股力量 撕扯得往外冒着血中 不过片刻功夫 她的一身白衣 就染成了血色 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 鼻腔中 冲出一股奇异的香甜 莫非 我刚才采案的是 禽果 这种地方 中了禽果之毒 怎么寄了 别说是人了 这鬼地方 就算连制训练成人形的灵兽 也不好找啊 她脚下突然一空 整个人瞬间失重 什么情况 没等她反应过来 人便砰的一声 落进了一个 极为结实温热的怀抱里 她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把 这触感 我非还真有人能进入这里 正暗自私存间 身下传来一声闷哼 她低头 发现自己正直挺挺地 坐在一个 满身冷汗的男人身上 神 而且是男人 小了吗这不是 心头一喜 龙玄九立即便朝对方伸手 仔细一看 对方居然戴着面具 遮遮掩掩的 莫非长得太丑了 但没关系 我对这方面 没什么太高的要求 能解决问题就行 于是她不顾对方 近乎杀人的目光 滚开 乖 别乱动 帮姐姐个忙呗 死女人 给本尊住手 呦 脾气还挺大的 你放心 很快就好 多谢解读 这是奖励 有这个印记 在这鬼哭牙 你可以横着走 当然了 衣服的问题 你自己解决 地上的北明泽 梦得睁开眼睛 面具后那双深邃的毛子里 折射出射人的幽光 该死的女人 别让本尊抓到你 否则 低头看向胸口 那里一个清秀的酒渍 散发着淡淡的金色雷光 这是真雷灵力 莫非三年前一个 替我引走天雷的真雷之身 竟然是这个该死的女人 去查一个从两云之地出去 名字里带有酒的女人 北明泽脑子里不由闪现 那女人娇嫩无双的小脸 没有回应 她不耐烦地切断了传音灵符 龙玄九心中低吼 谋底杀意猪气 废物 你终于回来了 再晚一会儿 这小野主都见不到你了 哼 苏令深 苏令雪的哥哥 大伯母苏荣安最疼爱的亲世纪 从前你虽然很少来神将府 却每次来都会明里暗里欺负我 还使劲手段抢我的资源 败坏我的名士 可我从前 却因为碍于苏荣安的面子 不予你寄计 真好啊 我没去找你们苏家算账 你苏家的人 倒是一个接一个地 送上门来找死 那我只能成全你 谋色顺冷 龙玄九抬手就是一掌劈了出去 苏令深猝不及防 半张脸瞬间肿胀出血 管好你那张脏嘴 他抱着自家崽子 只身踏入阵风 一步步走向被困在镇里的风雷兽 蠢货 那是玉玲血镇 苏家秘术 你就这样进去 本快就会化为一滩血水 真是个傻子 也不知道我那三妹妹 是怎么为你废去丹田呢 算了 既然是书表妹下的令 那本少爷就顺手 卖给表妹一个人情 毕竟她如今地位尊崇 就这种废 要不是看着风雷兽 还有点价值 少爷才懒得脏了手 就不信了 一个废物 还能把爷爷送给我的灵阵 都毁得不成 邪了门了 一个废物 居然破了本少爷的灵阵 你们 给我记起灵王 就不信了 今天拿了爷爷的两样灵气 还收拾不了一个废物 和一只风雷兽 该死 他心中低咒 怎么可能 苏令神难以置信地惊呼 就在这时 一道耀眼的金光 骤然从熟睡中的小娃娃脖里冲起 苏令神眼睛一亮 这是灵兽 这么强大的威亚 这灵兽品质一定不低 废 你手里居然有这么高品质的兽蛋 真是天助我已 苏令神贪婪地狂笑着 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居然一瞬间冲到了小娃娃身边 给我滚开 废物你晚了一步 这小娃娃和她怀里这头 即将出世的高阶灵兽 都是少爷我的了 这小夜中刚刚昏迷前 可是施展出了超强的灵脉天赋 要是能让姑母的秘术 把灵脉换给我 凌魁症而已 给我破 少爷小心 要出来了 要出来了 我要立刻与这小兽力气 苏令神说着 咬破食指做好准备 可她刚咬破食指 小娃娃怀里的兽壳中 便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来 小家伙甚至连眼睛 都没有来得及睁开 张狗便是一道烈焰喷土而出 烈焰迎面扑向苏令神伸出来的手 却见一只黑乎乎的小鸟 正一脸妖宫般地扒在她的衣领处 小东西 算你有良心 少爷咱们走 心系自家崽子的安危 龙玄九也懒得去追 反正都是苏家的人 苏家和龙子书的账 她早晚会清算 林浅浅 那个坏人走了吗 风雷大婶呢 他有没有事 那个坏蛋 把风雷大婶骗到了战法里 小宝贝一着急就 就 就想用灵力帮忙 再过去 充满自责的声音 渐渐低了下去 风雷兽没事 你也没事 不信你自己用灵力试试 真的吗 小宝贝以后 可以随便用灵力了吗 是真的耶 娘亲亲好厉害 小宝贝最爱娘亲亲了 别过来 脏 不对啊 我身上不脏的呀 原来 娘亲亲说的脏不是指我 是指娘亲亲一领上挂着的那个小东西 娘亲亲 这是哪来的小乌鸦 怎么弄得这么脏 小宝贝姐不是乌鸦 姐是神鸟 不信 你问问咱娘亲亲 小东西学着龙小辈的语气 但声音却十分泼辣 泼有些不协调 首先 我不是你娘 其次 把自己洗干净了再说话 啊 不对呀 奶奶怎么少了 可不就得少掉一颗 要不然 哪来那脏兮兮的小东西啊 自家这崽子 火车越扬越顺眼 就连犯迷糊 都这般讨喜 不是的不是的 娘亲亲 小宝贝数了好几遍 少了两颗蛋蛋呢 不会真丢了吧 这些兽蛋 当初被小崽子捡回来的时候 可都是跟她定过盟约的 若今丢了一颗 那可不妙了 谋色一紧 她也起身寻找 可翻遍整个小院 都没找到兽蛋 私里逃生洗完澡的小徒鸟 一进门就看到小娃娃眼眶红扑扑的 啊 娘亲亲的小宝贝哭了 怎么晃 原来小宝贝是因为兽蛋找不到难过呀 不用担心 大姐帮你找 哟 没想到 这不起眼的小东西 居然拥有上古灵情的血头 找到了 小宝贝 大姐给你找到人了 兽蛋就是被刚刚那个坏蛋偷走的 你是说 那个姓苏的 嗯 娘亲亲 我确定是那个家伙偷的小弟 什么小弟 那颗蛋 走 去把蛋拿回来 片刻后 换上一袭 墨袍的北明泽 寻着金光 寻到了这座小院 他看了一眼地上明显激烈打斗过的痕迹 微微醋眉 似乎是来晚了不 嗯 那是 蛋壳吗 这蛋壳上的纹路源自圣母 有意思 现如今这世上 竟还有人能孵化圣母灵旗 就在这时 南魁传训 孙 孙少 刚刚有个女人 带着个孩子出谷了 那孩子身上 有浮用过天灵果的味道 追 人呢 孙 孙少 人 人不见了 古怪的女人 竟能欲动轻风锁 那个方向 东阳京城 就连苏令生这狗东西 也敢在这对我嚣张挑衅 说爷爷在家 他们怎么敢 表少爷 是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弹 居然敢将您伤成这样 龙玄九追进院子 手里还提着苏令生的那柄青钢剑 大 大 大小姐 大小姐回来锁命了 你这妖女 一路上对我穷追不舍 还抢我灵兽 你以为现在的神将府 是你能撒野的地方吗 把你偷走的兽蛋交出来 什 什么 我偷了你的兽蛋 我堂堂苏家狄公子 用得着去偷你的兽蛋吗 什么兽蛋 明明是你抢了本少爷的灵兽 看 就是那只鸟 龙玄九都要被这个男人的无耻给气笑了 他不再多说 抡起手里的长剑 便罩着苏令生身上一通拍打 突然 光东 一个圆溜溜的东西 从他身上掉了下来 居然真有颗蛋 妖女 你干什么 那是本少爷兽里来的兽蛋 已经被你抢走了一颗孵化了 你还想把这颗蛋也抢走不成 龙玄九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 苏公子看在亲戚关系的份上 不跟你计较你先前抢走的那颗蛋 你却非但不知感恩 反而还要抢走谨慎的这一颗 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贪婪又狼心狗肺的东西 就是 你要兽蛋你就直说 表哥把它让给你也不是不行 等着兽蛋 表哥是要送给我那可怜的三妹妹的 也怪我那三妹妹不懂事 听我姑母说你还活着 就擅自去牙下寻你 结果你不由分说 就用邪术毁了她的丹田 现在这颗兽蛋 就是要送给她做护体零兽用的 就当表哥求求你了 你就高抬贵手 给我那可怜的三妹妹一条活路吧 表妹 你不能用邪术抢走兽蛋 那是三妹妹唯一的希望了 表哥求你了 只要你放过我三妹妹 以后表哥猎到的兽蛋都给你 好不好 嘴里嚷嚷着 苏令申的眼底却射出阴毒的光 小贱人 敢跟我讲东西 我要你身败名利 姑娘 快住手 龙选九台眸看上来人 林天元 她的未尊夫 全京城贵女们清新仰慕的对象 她现在闯出来 是要替苏令申打抱不平吗 我以为是谁 原来是未婚夫啊 怎么 今天来是要与我履行婚约的吗 龙姑娘 不知苏兄如何招惹了姑娘 竟让姑娘对她下此狠手 方才内角 若是在下晚上片刻 苏兄怕是要头破血流了 所以我打条伤人恶狗 你也要出来伸张正义 她是你的表兄 你怎可如此出言辱骂 龙姑娘 在下知道你心中 还挂念着你我的婚约 但三年前 你的确令在下颜面扫地 你我二人注定有缘无分 她有病吗 谁挂念婚约了 我明明只是想教训苏令申这条恶狗啊 你放心 在下不会追究你的过错 毕竟当年你年少轻狂 但今日乃是在下与子灵小姐定亲的好日子 希望姑娘你切莫继续声势 免得惹人笑饼 不行 实在听不下去 闭嘴 滚开 好狗不挡道 龙玄九 你停下 莫要对在下动手动脚 你早已不解 不可能再入我临下门楣 你若支持 日后当温良公顺 做个十大体之理术的女人 要对男人三从四德 万不可再生事端 蓄你妈的温良公 解释三寸四德了 给你滚开 龙玄九被这个画牢 又自恋到极一点的男人 气得直接暴走 嘀吼一声 并挥剑斩向他那张嘴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费用吗 怎么会这么强 对了 他一定是用了邪术 龙玄九 你竟然用邪术伤人 被打伤了 就说我用的邪术 果然邪 无数剑气在神将府前院的青砖墙面上 勾勒出几行宣秀的字体 每个字上都沾染着一抹醒目的星红 尤其是为首的修书二字 十分醒目 那是林天元的邪 是他龙玄九 用林天元的邪 亲自刻下的修书 龙玄九 他是谁 我家宰啊 你 你竟敢生下这个孽障 你怎敢如此无耻 当年你行为浪荡就罢了 如今还不知廉耻 带着这个野 野种上门闹事 你 你简直 坏蛋 我娘亲亲的大坏蛋 抱抱粉 爱丹们值得拥有 林兄 贱鬼 苏 苏兄 你做什么 林兄 你轻一点 你抱得太紧了 苏令山声音低哑地说出了这句话 内心却恨不能咬烂自己的舌头 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么恶心的话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龙玄九 是不是你搞的鬼 宠目睽睽 我可没动 苏兄 你好像受伤了 来 我来替你疗伤 一边说着 他的双手居然还不受控制的去解苏令山的衣服 林兄 你真好 苏令山非但不躲 反而还把胸口往前一挺 一副任君踩鞋的样子 众人瞬间炸开 天啊 这是什么情况 这 这也太羞耻了吧 哎呦 真没想到 林公子和苏公子 居然会当众做出这种事 难不成 林公子和苏公子见识 断秀 小崽子见不得别人欺负我 果然没白眼 出什么事了 大伯母 苏荣安 就是一个女人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就对我很多算计 早就了我三年前的悲惨 想起自己那个一出生 就落在龙子书手里的孩子 龙玄九的谋底 便不由运起一团赤裂的火焰 哎 娘亲好像很讨厌这个婆婆 这个婆婆 从前欺负过娘亲吗 姑母 苏荣安看了他们二人一眼 眸光微沉 她上前一步 掌中深蓝色灵力 骤然冲出 一分为二 再用力一震 两人瞬间被她强行拉开 果然 这个毒妇 在修严习书 为 今日本是大喜之日 出此意外 我神将府深感抱歉 但相信诸位 也都看得出来 生儿跟林公子 状态明显不对劲 这中间 必有缘由 我神将府 定会将此事 查个水落石出 还他们二人清白 不会是苏荣安 好眼睛 三爷两语间 尽显其镇定之中 那爷爷呢 出了重大的事 都闹成了这样 爷爷为什么没有出来 我被困封印之地 三年未归 苏荣安昭告天下 我已死 按照爷爷的行为 别说三年 就是三十年 一时不见我的尸体 他老人家 也却不轻易放弃 寻找我的 除非 爷爷他出事了 这个女人 这些年 究竟对神将府 做了些什么 小九 是你吗 我的小九 你果然还活着 也不枉我派人 去崖下寻你 你回来就好 这样 你令雪表姐 也没有白白被人 毁去丹田 白白被人毁去丹田 不 那是他旧游自取 他毁我药园 伤我孩子 还要对我斩草除根 我没杀他 只毁了他丹田 还留他一条性命 已经够仁慈了 不是吗 大 伯母 这个小剑 以前不是挺好哄的吧 今天怎么变得 如此伶牙丽职了 还有 他身上的气息 怎么会如此强大 难不成 他体内还有另一根 强大的灵脉 小九 别的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活着回来了 这真是太好了 来 快随伯母回府 怎么 大伯母这是在怪我吗 怎么一下子 却躲我躲得远远的了 这小剑人身上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力 刚刚那一下 直接把我的手给灼伤了 小九 你误会了 伯母刚刚刚 是不小心绊了一脚 这些年 你在外面受苦了 快随伯母入府 大夫人 这恐怕不妥呀 这有何不妥呀 小九是我神将府的人 我带他回自己家 有什么问题呀 大夫人 他当年与人苟且思通 如今还公然带个野主 回来找茬 本明就是在打我 临时一族的脸 你今日迎他入府 将我临时一族的 颜面置于何地呀 没错 一个不知羞耻的贱妇 卖家一个血脉不祥的野种 小贱人 想进神将府 哪有那么容易 这些可都是我的人 一群跳梁小丑 你下犯上的废物 这里都是你的长辈 你是骂谁呢 下犯上 谁是上 谁是下 这里是我爷爷 一刀一枪拼下来的神将府 我是爷爷的血脉 我的仔 自然也是爷爷的血脉 所以 我们回自己的家 有你们邻家什么事 还有 你们这群吃我家 喝我家的蛀虫们 你们有什么资格 在我这个主人面前叫嚣 今日 我等便要替老将军好好管教管教他 我看谁敢动我三哥唯一的血脉 夹杂着着急咳嗽的鼻吼声 光照瞬间震散众人的攻击 小九啊 魔法 这是 七爷爷 七爷爷龙琴豹 是爷爷的亲兄弟 不对 七爷爷明明只有五十多岁 可他看起来脸色灰白 气息不稳 这像是将死之人 修炼的人 不该是这种状态 七爷爷体内 有被邪术侵蚀的痕迹 苏荣安 这个狠毒的女神 连七爷爷都撞我她的招 那爷爷她 神将令 兼令 如老将军亲临 诸位 谁若再感动小九 老夫便下令神将营 格杀勿论 哎呀 七叔 你来了就太好了 这下 我就不用再担心 有人出面拦着小九了 快 小九 扶着你七爷爷 咱们快回府 苏荣安的语气里 听不出一丝不悦 眼计炉火纯情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七爷爷 待到半夜 容玄九随手 在熟睡中的小崽子身上 布下一道结界 悄无声息地 潜入七爷爷居住的院子 就听到里面传来 七爷爷不甘的低吼声 毒妇 小九是老夫的底线 你若敢上他 老夫就是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 七叔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今天 你偷偷溜出去 坏我好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怎么反倒是怪起我来了 不过 你将神将令拿了回来 也算功过相抵 至于龙玄九 那个小剑筹 他回来得刚刚好 毒妇 要对小九做什么 我 要他和那个小野种 给那老东西陪葬 不负你敢 龙前豹怒吓一声 抬手便是一道灵力 朝着苏荣安劈了出去 可苏荣安却微微勾唇 手腕上血色丝线一扯 龙前豹劈出去的灵力 顿时丝丝屡屡地 钻入他的体内 他将灵力尽数吸收后 得意地笑道 七叔啊 七叔啊 你可得保重好身体呀 否则 我还要再去找别人 刻画西陵阵 那多麻烦呀 对不对 哦 对了 七叔 提醒你一句 管好你的嘴巴 免得把不该说的 说给龙玄九 那个小贱人 害他提前送了性命 苏荣安 你个贱人 你和整个苏家 都不得好死 见苏荣安走远 龙玄九这才强忍着怒火 他突然出现 吓了龙琴豹一跳 小九 你怎么来了 走 你快走 带着孩子 离开神将府 越远越好 现在的神将府 和从前不一样了 三哥得利的手下 不是被圆派 就是被谋害 秦爷爷 小九 虽然秦爷爷 不知道你从哪 习得了灵异之术 但是为了你小叔叔 一家人的性命 你不能替我异之 秦爷爷 您放心 我不会打草惊蛇的 说着 他轻轻挣开了手 不给龙琴豹开口的机会 他抬袖便施展起了 雷灵针术 灵针一出 他立即察觉到了异常 宋荣汉那个歹毒的东西 他居然在七爷爷 丹田内深深刻下 一度西灵镇 太怪他秀为大责 原来他这三年 一直都在窃取 七爷爷的灵力 顾及到七爷爷子孙们的安危 他不能彻底消除西灵镇 只能覆盖一大半 留下一点点做做样子 用来掩人耳目 龙琴豹第一时间 察觉到身体的好转 立刻难以置信地看向他 这是灵针术 小九 你的灵脉觉醒了吗 这是雷灵针术 专门用来对付 宋家那种不要脸的邪数 小九啊 这些难道是 传说中的神品灵石 是的 我原本是想直接用六十四枚 组合成大型巨灵针的 但担心那样 您恢复太快 引来苏隆安的怀疑 所以先弄个小的巨灵针 助您慢慢恢复 七爷爷 这是起阵牌 没人的时候 您往里面注入灵力 就能开启阵法 需要关闭阵法的时候 撤回里面的灵力即可 时间不早了 我得走了 您老好好修养 我改天再来看你 小九 孩子啊 你一定要好好修炼 待到日后修炼有成 定要回来 杀了那毒妇 图了那肮脏的苏家 替三哥报仇 什么 你说 爷爷他 爷爷是我的天 是我在这世间 唯一的亲人 他怎么能 怎么能将我一人撇下 是谁干的 苏荣安 还有苏家的那个老不死 他们得知 三哥战中受创 故意把你的死讯 告知三哥 三哥激怒中 孤身冲震 苏家那个老不死 暗中下了阴城 导致三哥不甘 死于敌军乱箭之中 我知道了 他的语气已出奇地平静 但迈出去的脚步 却异常坚定 苏树安 苏家 要我统统下去 给我爷爷忏悔 他脸色惨白地 走向爷爷 曾经居住的院子 怀里一直沉睡中的龙活活 猛地从他怀里弹了起来 娘亲亲 壳 我的壳在那个人身上 什么壳 爷爷的窗前 竟然立着一个 极为修长的身影 似乎察觉到 他这边的动静 那人迅速转身 他虽然就这么站着 却挺拔非凡 气势逼人 是你 没等他开口 男人便咬牙切齿地 眯起了眼睛 他认识我 这神奇莫非是仇人 你还想动手 找死 这人 好强啊 要想从他手里拿回蛋壳 恐怕有点难动 你身上 怎么会有我家小兽的蛋壳 一见面就动手 你是不是来抢我灵兽的 北明泽看着他警惕的模样 微微勾唇 抢灵兽 不 我是来找你算账 我都不认识你 你跟我算什么账 果然是真雷灵力 而且是最崇敬的金色真雷 这女人还真是命运的宠 不仅觉醒了万年难遇的金色真雷灵乱 还能欲动心风策 如今同我讨到蛋壳 说明那日孵化上网灵群的人隐世 难怪敢对我不记忆 原来是个这些名字 小东西 蛋壳 在什么位置 娘亲亲 就在他腰间的荷包里 那个荷包 是个宠物灵气 有了目标 那就好办多了 抓住时机 翻身便绕斥男人审判 不给对方反应过来的机会 他整个人宛若 灵猫般地 冲向他的腰间 滚开 他整个人就这么被男人 握着腰甩了出去 这狗男人摸我的腰就罢了 还敢骂我 你才滚开 等你兔子 去死 可那女人却非但没有逃远 反而身形一转 竟直直地朝她怀里冲了过来 还来 后年无侄女 就在这一瞬间的停顿 荣选九已成功拿到荷包 不妙 走不掉了 这里是神将府 你别乱来 我看你大半夜的来这儿 一定是怕被神将府的人发现了 天快亮了 我们再这么打下去 闹出动静来 你就走不掉了 不如我替你打掩护 你先走 现在的神将府 可是背靠乱狱帝尊 你不怕神将府 总怕那位帝尊大人吧 哦 你还知道乱狱帝尊 这女人又想做些什么 当然 那可是少年之尊 乱狱之主 你要是跟神将府 有什么恩怨的话 你直接找那位多好啊 你实力这么强 直接绝了神将府的靠山 不是更浓宽吗 你与乱狱之主 有什么深仇大恨 竟在此挑拨离间 我跟他没什么仇 但是 我跟他要娶的 那个女人有仇 血海深仇 所以 我们不应该是敌人 我们应该是盟友 北明泽看着他 飘然远去的身影 眉心急拧 南魁传讯说 孩子不见了 感动我 找死 小崽子不见了 赶紧出了蛋壳 帮忙找人 龙活活立马吃了蛋壳 跟上他 神将府外 一处僻静的小巷子里 龙小辈正美滋滋地 损着手上的一串冰糖葫芦 又笨又蠢的小野种 一串冰糖葫芦 就把你引出府 果然好骗 龙小辈不悦地掏了他耳朵 呼地吐出一口气 手指间藏着的药粉 悄无声息地 被他吹向苏令神 哼 又臭又娘的丑八怪 你是嫌昨天的爆爆粉不够用吗 没关系 小宝白症还有很多呢 这是爆爆粉 是爆炸的爆哦 小娃娃话音未落 两声炸裂声 就在苏令神面前响起 冲他迎头炸开 猪头脸 接招了 这次是养养本 小剑种 风波影波 快去把这个小野种给我拿下 亲手挽出他的灵脉 再用他 闭死龙旋救那个贱人 不要坏快停手 风波影波见状 连忙惊呼制止 小剑种 把解药叫出来 否则我掐死你 我就说你们苏家邪门吧 瞅瞅这一身腥臭的东西 看着就令人错误 诚意 你给我滚开 再废话 连你一起灭了 苏令神再次被禁用 周身血雾 瞬间变化为一只枯骨血手 迎头就朝着龙小背抓了过来 小王啊 你手里还有没有灵气啊 好想 好像没有了 剩下的都是神器了 成一面皮抖了一抖 抱起小娃娃就跑 够娘养的苏令神 今天小野我放你一马 改天再打 快跑 他话音未落 背后就被那血手 撕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他顿时滚落在地 人情说过 多人要懂得治安图报 遗水治安 要用很多很多水来回报 心里想着 小娃娃抬手 就要把那匕首丢出去 可就在这时 他手腕一紧 小歹子 这东西丢出去引爆 你是想炸了整个京城吗 人情妾 你来了 让你快救救 那个好心的叔叔 要不是他 小宝贝就要被 那个坏蛋给欺负了呢 看来 你们苏家果然是 藏无纳垢之地 龙玄九刚要转身 小腿就被人紧紧抱住 大佬 敢问 您缺不缺个腿不挂件啊 诚意两眼 冒着星星地看着他 龙玄九看到他的一瞬间 他似乎也认出了他 你 你 龙玄九 好久不见 小侯爷 真是识别三日 刮目相看啊 你干嘛 你别误会 我就是纯粹地想拜个师 真的 求你说我为徒 教教我 怎么样把自己从废脉 变成天才的好吗 你先起来 师父在上 请收徒而已 行了 我教你 但是 拜师就免了 我怕老侯爷揍武 永城侯府的老侯爷 跟爷爷交情很好 而且实力强横 他要是真让诚意 拜他为师 老侯爷那火爆脾气 准要炸毛 好 你愿意教我就成 以后 你就是我老大 你让我往东 我局不往西 你让我吃饭 我局不合中 你让我 停停停停停 谁躲到那里 龙子灵 他怎么在这 唐姐 你找我 唐姐 救我 我不想嫁给 林天元那个伪君子 唐姐 我是来跟你通风报信的 你千万不要回神将府 大夫人早就剩下了 天罗地网 你记住了 无论他怎么做 你都不要回去 否则 这郑重大夫人下怀 你跟我苏莱没什么交集 为什么跑过来跟我通风报信 唐姐 我是来帮你的 请你相信我 只要唐姐答应带我离开神将府 我 我就告诉唐姐 老将军的下落 你说什么 爷爷 爷爷他还活着吗 我说 老将军他还健在 只是 他被苏家那个老东西 穷困在了苏家祖地 这是我有天 半夜在大夫人与人密谈时 意外听到的 这话 我也想过悄悄去跟七爷爷说的 但七爷爷他 龙玄九知道 龙子灵没有说谎 七爷爷如今受制于人 他就算把话告诉给七爷爷 也不起作用 而且还容易打草惊蛇 好 我带你离开神将府 真的吗 子灵小姐 你怎么知道林天元是伪君子啊 我 我悄悄跟踪过他 他 他经常去烟雨楼 还 还招过南陵人 真没想到啊 林天元这小子 看着人模狗样的 居然是个斯文败类 而且 他居然男女通吃 不行不行 小悠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散播出去 看他往后还有什么脸 自娶正人君子 率诸公子之手 承鄞一边说着 一边招呼他们一起去永城侯府 并信誓旦旦地保证 把他们带去永城侯府 神将府的人绝对不敢上门要人 滚小子 听人说 听人说你又跑出去被揍 他奶奶的 是哪个小兔崽子 敢动我永城侯的孙子 老子打断他的狗腿 哇 这位老爷爷好帅啊 小宝贝爷像有这么帅气的老爷爷护着 这谁家小娃娃长得真好 水灵灵的 看着就讨喜 小嘴还甜 想认亲啊 这谁家的娃娃呀 眼光真好 看着就讨人喜欢 老爷爷 他就是我娘亲 是小九娃 你居然还活着 只可惜我那老兄弟 你放心 以后你就把我当成你的爷爷 谁要是欺负你 你就尽管跟我说 我打不死他们 那晚辈就确之不公了 好孩子你等等啊 我给你点灵符防身勇 小爷爷 你人真好 我替我娘亲亲谢过你了 侯爷 外面刚刚有人送来一封书信 严明要龙玄九小姐单独拆看 信上说 让她单独去一桩赴约 如果不去 或者带着别人去 就会闹出人命来 如果她不去 他们就要对七爷爷动手 小崽子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既然你跟老侯爷一见如故 不如就到侯府等我吧 姐姐 你还是要去 苏蓉安那边 你不必担心 你先乖乖待在侯府别出来 她的手 暂时还深不尽用安侯府 既然喊我过来 就不必在旁头鹿尾了 苏 熊 安 尸魁术 这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巫灵术 现在别说是巫灵术了 就连巫灵师都早已绝技 怎么还会有人挟得这尸魁术 果然是个狡猾的小贱种 不过 你注定要成为我舒尔的垫脚石 她冷哼一声 猛然甩袖 体内的灵力顿时化出无数血色蝙蝠 就在苏荣安得意地 等着她被蝙蝠吞掉所有灵力的时候 她周身金光大盛 整座驿庄内 也跟着骤然亮起耀眼的金光 龙玄九冷哼一声 金色雷光震碎了那些血色蝙蝠 怎么可能 你刚刚绕来绕去的 竟然是在暗中不振 小贱人 不管你从哪儿学来的阵术 今日 定要把你拿下 龙玄九 就你这点修为还妄想镇杀我 你找死 我要你死 我要你成为我舒尔的踏脚石 生一世为他共鸡养料 要我死 苏荣安 我会让你亲眼看着龙子书 被我拉下神坛 落入淤泥 让所有人都看清你们这对毒妇的真面 这雷战如今以我为也 我每用一份灵力 你就会痛苦十分 且不会马上死掉 现在 告诉我 你将七爷爷的孙子和爷爷的旧部门 关在什么地方 小贱人 你有本事就弄死我 看看我死以后 找的那些人会是什么下场 到这种时候 这毒妇还想逃 你怎么能看出我的血堆树 我说 见他服软 龙玄九停下动作 冷漠地看着他 他们都被关押在 城郊名乡客栅下面的水牢里 那我爷爷呢 他在哪 听到他提及爷爷二字 苏荣安神色一正 老将军他 他 他战死沙场 还不老实吗 不 他没死 他真的没死 他现在就被关在宿家祖地 只要你放过我 我再带你去宿家祖地 放过你 你以为 没有你 我便找不到你宿家祖地 整个神将府 甚至整个东洋京城 就只有我知道 宿家祖地在什么地方 小九 从前的事 是伯母做得不对 但请你给伯母一个 将功受罪的机会 好不好 苏荣安一看他不信 慌忙哀求 可他余下的那只眼睛里 却非但没有任何忏悔 反而暗藏着凛然的杀机 龙玄九清楚 苏家祖地是绝命 所以他暗中 将一缕灵力 以特殊的方法 种入了苏荣安的体内 以后苏荣安只要 一进苏家祖地修炼 大概位置 做完后 他才暗中提高警惕 好 那就给你这个机会 告诉我 苏家祖地在什么地方 祖地就在 下一瞬 他竟一掌击碎自己的丹田 小贱人 你去死吧 龙玄九没有急着 去追苏荣安 而是转身赶往 京郊名乡客栈 他要趁苏荣安找到帮手前 救出七爷爷的孙子 以及爷爷的旧部 杨清清 他们不禁玩 都玩死了 尸体都烧了吧 你是爱 见我走的吗 姐姐 我好想你 可是 可是 他们 他们说你死了 我答应过爷爷 找他 要保护姐姐的 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保护好姐姐 阿金 姐姐在 别怕 以后 姐姐保护你 你伤得很重 好好休息 别再说话了 龙子静 再次昏睡过去 这些人里 伤得最重的 就是他了 小九 可怜的小九啊 别怕 十三爷爷来了 以后在这 阴草地府 十三爷爷 护着你 看谁敢伤 我的小九 十三爷爷 您没死 我也还活着 所以 您要护我 就赶紧先养好伤啊 真疼 真的 我还活着 我的小九 还活着 大哥 小九还活着 他还活着 诸位长辈 你们 不是被苏荣安 囚禁在这里的吗 苏荣安 那个毒妇 他哪有这个本事 我跟这群老兄弟们 再不济 也在沙场 厮杀多年 就那个毒妇 他没这个能耐 那 那你们是被谁 囚禁在这儿的 不是苏荣安 那会是谁的 他们的身上 的确是有被 携受轻视的记性 难道 是那个暗中 控制苏荣安的幕后黑手 男人被斗篷罩着 看不清五官 但听声音是个男人 而且 他对我们每个人的 灵术和修为 都了如指掌 所以 对方已经是 神将府的叛徒 嗯 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小九女 啥时候对这种事 感兴趣 哎 快看 小九体内有灵力波动 她 她的灵脉觉醒了 神将营 神将营 誓死云人的证据 一切听从少主指挥 请使用下令 这句话 是铁血承诺的 是誓死效忠 是致死不渝的兄弟情 十三爷爷 你们大家先别激动 搬倒苏荣安和苏家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苏家根基身后 这三年里 苏荣安的势力 在咱们神将府 盘根错节 再加上一个 藏在暗处的神秘人 这事不好办 但眼下 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首先 我得设法 先替你们去除体内邪术 等大家恢复战力以后 再开始分头联络 神将营救部 最好 是能悄无声息的 渗透军营 悄然瓦解 苏荣安的势力 一旦苏荣安 失去了神将营的掌控权 我就自有办法 把他赶出神将子 带着众人离开这里 他知道 以苏荣安的作风 此刻城里 一定暗中设了埋伏 所以他没有 带着大家回京城 而是在京郊附近 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暗中设下灵阵 小九 你 你额图上 那是什么东西 刚刚那黑影 是什么人 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没事 只是被人下了毒 我自有办法解毒 但是七爷爷 我没有办法动用灵力 恐怕不能及时 为你医治眼睛了 我就是一只眼睛 那有什么关系 况且 眼睛被苏荣安 那个毒妇碰过 要不要他也无所谓 你确定这只是毒 我怎么看着这么古怪 放心 我能解 只不过 接下来 跟十三爷爷 还有阿静他们联系的事 恐怕得劳烦您亲自处理了 小九啊 你 变了 变强了 很好 可可惜大哥呢 他看不到了 七爷爷 爷爷他没死 他还活着呢 但是他被囚禁在苏家祖地 虽然不知道苏家为什么这么做 但有一点 爷爷他现在一定很痛苦 我们想要救助他 就必须打听出苏家祖地的位置 小九啊 你去找解药 又不能动灵力 我与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七爷爷 我自有办法保护自己 您留在府里 把阿静和十三爷爷他们接过来 虽然苏蓉安被废了 但是刚刚突然出现的那个黑衣人 还藏在暗处 你们要多加提防 至于我 我解了毒 就立刻回来 龙玄九悄然冲进山洞 他隐约只看到一个黑影 正蹲下身子 似乎在一刀一刀地滑着什么 嘴里还恶狠狠地滴咒 小剑中 让你跑 当时继续跑啊 想逃出去找你那个不中用的娘吗 哼 你放心 你们很快就能团聚了 很快就会被送到我手里 当时候 我让你们两个 一起成为我的养料 那黑影手里的刀 每滑一次 他的心就狠狠一疼 这让他迅速就冲了过去 可当他冲过去的一瞬间 心都快要疼得滴出血来 只见他家小崽子 脸色苍白地被人以 灵丝束缚在一座阵法里 浑身上下鲜血淋淋 一道又一道的伤口 不断地往阵法里躺着鲜血 金色电光闪烁 长边拖着耀眼的电花 骤然劈向那黑衣人 这一刻 他顾不上自己中了士林万 不能动用灵力 他只知道 那个该死的东西 在灵虐他的崽子 那是他拼死生下 视为心肝的宝贝 那是他哪怕是自己赴死 也要护他周全的人 是你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很好 既然你送上门来找死 这就成全你 对方的声音 明显经过刻意改变 不是原声 龙玄九猜不出对方的身份 北明续艰难地坐起身 看着那个 跟坏女人对战的身影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生出一丝 强烈的亲切感 趁机动用灵力 挣脱了束缚 麦珠越来越热了 是不是证明 我离妹妹越来越近了 小鼠紧紧地握着麦珠 他打算趁这个机会 逃出这个山洞 继续寻找妹妹 就算身上受伤了又怎么样 反正从小 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只要能找到妹妹和娘亲 再疼 再苦都值得 他才刚有动作 便被黑衣人察觉 可就在他以为 自己已经被灵丝 缠住脖子 不能呼吸的时候 一道柔弱的身影 瞬间冲出 直挺挺地 挡在了他面前 看着那个甘愿自己受伤 也要把他紧紧 护在怀里的女人 心里涌出一股 从未有过的暖意 他是谁 看着感觉好亲切 小崽子 你没事吧 难道是被吓坏了 该死的东西 他敢对小崽子失眠 只是这样太便宜他了 龙玄九二话不说 手中灵针皱出 搜搜数针 接连刺进那人体内 龙玄九默然上前 伸手便要去取下 那人藏头露尾的面具 可就在这时 山洞口突然传来 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 他心头一灵 顾不得多想 立马转身抱起小崽子 就迅速撤离 那遇的人怎么会在这 难道 我偷跑出来被发现了 随手将脸上的面具 摘下藏起来 龙姑娘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 龙子叔白着脸看向他 哦 孙上来了 我先带你过去 孙上 这是龙姑娘 就就是 少 少主的母亲 嗯 这女人跟那一晚 带给人的感觉 似乎不太一样 为何在此 好俊美的公子 想到 当年设计让龙玄九 这个小剑人试针 却阴差阳错的 让他捡了这么一个大便宜 反正那个小野种 大小就是哑马 又不会跟着男人告状 只要我使些手段 早晚有一天 能为帝尊大人 伸出真正的 属于我们之间的 敌尽骨肉 只要一想到这些 龙子叔就觉得 未来一片光明 孙上 孙上你快去救救 我们的孩子 他话还没说完 人就直接撞上了 一道无形的结界 孩子在哪 唯禀孙上 我赶到的时候 就看到那人对着孩子 一刀一刀地搁划着 还布置了那个 看起来像阵法一样的邪术 我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孩子的鲜血 最后都从那阵法里 涌入那人的体内 我会冲过去救孩子 却反而被人重伤 子生 对不起 都是我没有 连我自己的孩子都救不了 我问你孩子在哪 这女人的脑子吗 这女人的脑子吗 哭哭啼啼 这么一大堆 就是不说 那卢走孩子的东西 往哪个方向去 浪费时间 我 我也不知道 但 但我看他 身上好像也有伤 应该走不远 不如 我们派人分头去 送他回乱狱 不能回去 如果回去了 没了那个小剑种的血 我根本压制不住 体内的神脉 到时候 神脉枯竭 我就真的废了 尊上 尊上不要 我不回去 我求求你 你带我一起去找孩子好不好 尊上 龙姑娘 尊上的决定 谁都无法改变 大人 大人你帮我去 求求尊上好吗 我不能回去 孩子就是我的命 你找到他 我怎么能放心回去呢 龙姑娘 尊上的命令 谁都不敢违抗 再说 您仔细想想 您自己现在身负重伤 如若继续留下来 非但帮不上忙 反而可能会拖慢 寻找少主的行程 所以 您就听尊上他 先回乱狱去吧 可是我 他的脑海里 顿时传出母亲苏荣安的声音 舒尔 你现在如何了 龙玄九那个小贱人 不知使了什么手段 如今很是诡异 你碰上他 千万要小心 还有 他这次回来 还另外带回来了 一个小野种 应当也是 帝尊大人的血 你当心心 千万不能让帝尊大人 知道这个小野种的存在 娘会想办法 替你解决了 龙玄九那个小贱人 和他带回来的 那个小野种 绝对不能让他 坏了你的前途 快 去禀报尊上 我知道那炉藻孩子的人 是谁了 龙玄九 你个小贱人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娘 你不是说 龙玄九把神将府 角落翻了天了吗 我这就让他去死 你把他带回来的 那个小野种抓了 留着以后备用 龙小贝 娘亲亲在这里 你别怕 没有人再敢伤害你了 小宝贝 你放心 身为你的大姐 我以后一定寸步不离地 守护着你的 为什么换我龙小贝 是因为我跟他的孩子 长得很像吗 但是他们都认错人了 这就是被娘亲 呵护的感觉吗 真的 好温暖 如果这是我的娘亲 那该多好 这孩子 是被吓傻了吗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 一点小伤罢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 就是就是 小宝贝 你不要害怕 你忘了 娘亲亲手里 有很多灵丹妙药 什么伤都不成问题 倒是你 可千万别被吓傻了 瞧瞧这小可怜的 话都不会说了呢 好 听你的 我现在就处理背上的伤 但是你得等我设好阵法 不然待会儿 我们被找到可就不妙了 额肩被暂时压制的 侍灵万就再次浮出 而且速度极快地向外蔓延 她在即将陷入昏迷的时候 一把揪出了龙火火 龙火火 照顾好小崽子 话刚说完 她人就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娘亲亲 可北明绪却更是快探一步 周身灵光闪月 小小的身板 宛若闪电般冲到了她的身旁 她紧抿着嘴巴 视线落在她手里拿着的 那株明灵草上 伸出小手指 轻轻地碰了碰龙火火 眼里露出疑问 对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小宝贝 娘亲亲 被人种下了视灵万 需要用明灵草 解除视灵万 但是只有娘亲亲 自己才知道怎么解 所以我们得赶快 想办法唤醒娘亲亲 龙火火还没说完 北明绪就迅速伸出小手 紧紧地抓住龙玄酒 有些冰凉的手指 源源不断地凌厉 疯狂地朝着龙玄酒体内输送 小宝贝 你游着点 我记得娘亲亲说过 你不能乱动灵力的 对了 小光酒也是金色的 跟她刚刚用出来的 金色闪电编的力量 好像很像 小宝贝身上 怎么会有真雷灵力 虽然看着像是刚刚被激活 但未来绝对强大的爆炸呀 不愧是娘亲亲的仔 传承了娘亲亲优秀的血脉 昏昏沉沉的龙玄酒 只觉得自己身体处于一片 极度漆黑冰冷的世界里 她的身上爬满了荆棘毒刺 一根漆黑的藤蔓 正拼命地在她身上扎根生长 她的生机正在一点点地被剥离 突然 一道耀眼的金色电光骤然劈下 看似细弱的金色闪电 瞬间划破黑暗 落在她身上的藤蔓上 藤蔓顿时如受重创地 飞快缩了回去 是谁救了我 龙玄酒心中闪过疑问 但身体的感知渐渐回归 她终于从那黑暗的深渊里 正拖出来 缓缓睁开眼睛 她只觉得胸口处 趴着软软的一团 伸出手 她轻轻地伸手扶着小崽子的脑袋 突然 熟睡中的小娃娃 身子微微颤抖了起来 整个人如同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一般 紧紧地缩成了一团 她迅速把小娃娃扭进怀里 轻轻地拍哄着 别怕 别怕 娘亲在呢 娘亲在呢 那个灵虐我家崽子的东西 也修了些数 她一定跟苏荣安等人脱不了干系 该死的狗东西 给我好好等着 等我把他们这群脏东西 打出神将府 赶回苏家 再一步步端了 他们在苏家的老巢 让他们生不如死 否则 我如何对得起身边这些 惨遭他们灵虐的至亲之人 看这守卫 苏荣安应该确实是已经失势 但七爷爷 为什么非但没有去接阿尽他们回来 反而还派了神将营的士兵 去仔细搜查 九小姐 您回来了 感觉这人有点眼熟 但一时间又认不出来 你是 九小姐不记得老奴了吗 老奴是大爷院里的皇馆士 大爷院里的 你是说 大伯 他不是出门游历去了吗 现在 他回来了 回禀九小姐 大爷前日刚回 得知了府里的猪班士一颇受打击 特意让老奴在这儿候着 说小姐您一回来 就立刻请您去见他 小九 你来了 大伯 你大伯母的事 我听说了 他对你做的事 确实天理难容 你想如何惩罚他 都是应该的 他虽为我的解法妻子 但我绝不寻思 这点还请诸位祖老 以及三王爷 共同见证 那 不知小九 打算如何处置他 这就把问题抛给我了吗 大伯觉得 该怎么处置 不如 挖了他的眼珠 斩了他修炼的邪术 再把你们的女儿带回来 把他从我身上抢走的神脉 取出来如何 哼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不知大伯知不知道 我爷爷 神将府的老将军 他如今被关在什么地方 想跟我听语情 真当我还是当年 那个不安适事的小丫头 当年被凌虐致死 我早已看清了一气 不管龙正卿 是打算弃局保帅 还是另有所托 我都不接受 我唯一要做的 就是重整神将府 把所有苏荣安 隐藏在神将府里的野心 全部拔除 小九啊 你大伯母对你做的事 的确不对 可你不该借机污蔑一趟 你说他夺了你的神脉 可你如今的灵脉 却好好地长在身上 你又说他关了老将军 可老将军当年 分明是战死沙场 此事人尽皆知 至于眼珠的事 你不是已经将他 抢来的眼珠夺回去了 大伯好厉害啊 三言两语的 就把苏荣安那个毒妇 对我爷爷 对我七爷爷所做的 所有恶毒之事 全都抵消个干净 是好精神的口才 好厚的脸皮 看样子啊 今天本王来的不是时候啊 三王爷请留步 在下还有事相伤 小九 我这次带三王爷过来 就是想好好补偿你 不必了 我可受不起 我知道 你怪你大伯母 怪了你当年 跟林家的婚事 那你看 大伯今日将三王爷请来 就是为了弥补 他做的错误决定 三王爷的天赋 资历 出身 全部比林家那个林田园 更好 他欠我一个人情 你若愿意 我这便恳请他 应下这门婚事 迎你入王府 为侧妃 侧妃 当我稀罢不成 我说大人 今日换我过来做什么 原来 是要我接下你家夫人 惹出来的烂摊子呀 抱歉 别的事 本王或许尚能妥协 但那侧妃一事 本王绝不妥协 本王若要娶妻 便一生只要一人 携手贡劳 举案齐眉 此后 本王不欠你了 说吧 他缓缓朝着龙悬酒走来 我娶你 正妃 如何 不必了 说吧 他绕过他 就走向龙正青 可池贤飞 却朝着他手腕抓了过来 却见一个小小的手掌 先池贤飞一步 抓住了他的手 小娃娃静静地 挡在池贤飞与他之间 漆黑的眸子冰冷戒备 充满敌意地 瞪着池贤飞 你就是小九的孩子吧 我听人说 你叫龙小辈 别害怕 叔叔不会伤害你娘亲的 叔叔以后 会护着你和你娘亲 把你视为起初 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多谢三王爷好意 但我想 以你的实力 恐怕没资格说这话 话一落地 他终身灵力瞬间冲起 耀眼的金色灵光 冲天而起 众人顿时 难以置信地惊呼 这是后天境九重大圆满 他居然已经达到了 九重大圆满之境 三年啊 这才不过短短三年的时间啊 天才 这绝对是绝世罕见的天才啊 这女人 好巧的实力 三年前 她还是个没有觉醒灵脉的废物 仅仅三年 她竟然已经是后天境 九重大圆满之境 这等天赋 这般姿色 还有这与众不同的性子 就算她早已不解 就算她和别人有了孩子 那也丝毫无损她本身的价值 和这一身的绝色风傲 本以为 这次来就是还了龙正青的人情 却没想到 竟遇到如此有趣的女人 看来 外界传言确不可信 那一帮俗人 怎懂得欣赏了 真正值得人经验的地方 这一刻 池玄妃更加迫切地 想要把眼前这个女人 娶回王府 现在 三王爷可以走了吗 既是未来王妃的命令 本王不敢不从 你想找死 可池玄妃却非但不生气 反而好脾气地 冲她眨了眨眼睛 随后 淡淡地瞥了龙正青一眼 不仅不慢地迈步离开 小九 三王爷也是好意 你怎可当众过他面子 就不怕与皇室结仇吗 你是三叔唯一的血脉 更该为神将府的未来 多做考虑 不是吗 大伯有话直说 不用拐弯末将 但如果你想替苏荣安 洗脱罪名 或者减轻处罚的话 就不必再开口了 说破天也谈不拢的 你大伯母 是苏家敌女 身份尊贵 就算我想杀他 苏家也不会同意 至于舒尔 你 我真想跟他对峙的话 我这边换他过来 只是乱狱那边 哼 想拿乱狱那位帝尊压我吗 以为我怕 现在打不过那个神秘的帝尊 不代表以后打不过 只要还活着 我总有一日会让这些人渣 付出该有的代价 好啊 大伯现在就叫他回来与我对峙 我也很想看看 我那个攀上乱狱帝尊的好姐姐 现今修为几何了 九小姐 万万不可呀 有何不可 九小姐当为整个神将府考虑 得罪了乱狱的帝尊大人 九小姐 难道想要整个神将府陪葬吗 我惹的祸 你们怕什么 一群自私自利 没有硬点骨气的家 当年靠着爷爷拼下来的家产资源 修炼到如今这地 如今 却趋于一个恶毒的妇人手 全然忘了爷爷当年的恩情 一个个贪生怕死 真是实打实地软骨头 九 九小姐 九小姐 九 九七老爷 他被人带了 那婢女话还没说完 人就当场咽了气 说 谁干的 全场细境 他拍手 就将雷灵边祭出 是不是你 龙正清缓缓起身 淡漠地看向他 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的 九九 你毕竟是我的亲侄女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苏蓉安废了 送回苏家 此事 可否罢休 在他起身的一瞬间 龙玄九明显感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他 他居然实力超强 拿七爷爷的性命威行 这就是大伯所谓的商医 这也是诸位祖老们的意思吗 小九 机会难得 你要懂得珍惜 七爷爷在哪 七叔是我们的至亲 小九若好好配合 他老人家自然不会有事 可若你要鱼丝往活 那 大伯克什么都不敢向你保证 卑鄙 我要见七爷爷 现在不行 既然谈不冷 那就站吧 你以为你有胜算 不错 你天赋很高 但你终究不是先天境 既然你这般自负 作为长辈 大伯就好好交交 让你感受一下后天大圆满 和真正先天境之间 难与愉悦的黄高 龙正清话音未露 终身灵力便凶武而起 一团碧蓝色灵力 宛若汉海潮水般地朝他冲击而来 在与龙正清交锋的一瞬间 他便清楚地感受到一股无力感 不管他的真雷灵力有多么不凡 在绝对的境界压制下 也不过是多过上数十上百招的区别罢了 但真的甘心就这么妥协吗 九小姐不愧是老将军敌亲的血脉啊 这天赋 还有这越阶挑战 宁战不屈的性子和勇气 你们看 他是不是和老将军当年孤身一人 迎战数千敌军时的气势一模一样啊 小九可是真让伯父感到惊喜 但是为了神将府一门不惹出祸事 今日大伯还需再好好教教你规矩 小心 龙玄九皱眉提醒 但那祖老反应不及 几乎在他声音落地的瞬间 黑气便冲入了那祖老的鼻尖 祖老眼睛一翻 瞬间昏迷过去 郑青 你这是做什么 我也没想到 小九的身手居然这么好 本来我这一击只是想让他学学规矩 他却将攻击 直接转移到别人身上 小九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心思却如此怠毒 九小姐 你就 你就妥协了吧 龙正亲 今日 我便要你和苏荣安那个毒夫一起 出我神将府的大门 又有三位祖老没躲过那黑气 瞬间昏迷过去 然后 龙正亲的背后 邪恶声腾 一缕缕精纯的灵力 从那些昏迷的祖老们体内 源源不断地被他吸入体内 这一刻 那些被他救下的祖老们相识一言后 总算做出了决定 他们终于跳了出来 他们将自身的灵力 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龙玄九 澎湃的灵力冲击着他的灵脉 他只觉得丹田仿佛瞬间冲破了一层桎 下一瞬 突破 不可能 你只是后天打云满 怎么可能拥有此等力量 是吗 后天大圆满 大伯 你再仔细看看清楚 这是 仙天境 九小姐他灵阵突破 迈入了仙天境 这是何等惊人的天赋 仙天境又如何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仙天境实力 小心 尖刺在即将刺进龙玄九体内的时候 突然被一道道金色雷光束缚 无法寸进 龙正清的身形也跟着受到影响 无法动弹 两人陷入僵持 一众祖老门因为给龙玄九输送灵力 也无法动弹 就在这时 北冥旭小小的身影 从龙玄九的身后走了出来 少奶奶 回来 危险 可小娃娃却冲他笑了笑 然后随手捡起一件武器 神色平静地走到龙正清面前 将手里的长剑用力一次 铺 利刃骤然刺进龙正清的腹部 小崽子什么时候变得那么 该死的小子 说 七爷爷在哪 你想救人 就乖乖听话 否则你永远都别想再见到他 不说 那我就自己查了 大伯应该知道 有种禁术 名叫搜魂术 可强行搜取别人的记忆 糟巧 我 他说着 直接拧出一簇小小的惊艳 住手 夫君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能保护好你们母女 小九 我已派人去接七叔了 你先他松手 不见人 我不会撒手 龙神九 你要是不想死 就赶紧松手 真逼急了我 我与你御时俱分 御时俱分 用你们修炼的那些邪术啊 你们以为 我会怕吗 不必同他废话 既然他不顾那个老东西的死活 那就没什么可谈 小九 大伯母是做错了事 你怎样对我 我都认了 但你大伯从头到尾 都毫不知情 你放过他 我立马把七老爷送过来 这个女人 从前对我笑得有多伪 当初谋害我的时候 就有多狠毒 但是 就这样一个狠毒的人 她居然也有软肋 龙正青 就是她的软肋 属你所愿 现在 把七爷爷送过来 消息已经送过去了 他们很快就会把人送回来 现在 告诉我 苏家祖地在哪 你这阴狠的毒妇 把府里弄成这样 你还笑得出来啊 笑 我当然要笑啊 龙玄九 你是个小贱人 你们神将府今天若杀了我 不仅苏家不会放过 我姝儿也不会放过你 乱狱的那位 哪怕是识座 摆坐神将府 都不够他抬他手指的 我就等着看神将府复灭 等着看你这个小贱人 如何跪在我姝儿脚下 摇尾起连 小贱人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苏荣安的声音飘向远处 可龙正青不知用了什么秘术 竟然瞬间消失无踪 该死的女人 把孩子交出来 这说话的声音 有些熟悉 应该是在爷爷院子里 遇到的那个神秘人 这人怎么还阴魂不散啊 什么孩子 却在话出口的瞬间 看到男人俊美的五官 自家小崽子 简直就是这个男人的缩小版了 现在 这男人跟我要孩子 难道 他知道了什么 孩子在哪 别让我问第三遍 该死的东西 又对我动手动脚 狗男人 你凭什么跟我要孩子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 就凭那是我的种 就算他是小崽子的爹 但那是我千辛万苦养大的崽 凭什么他要种 他一个连崽子面 都没见过的家伙 有什么资格跟我讲 狗男人 把手拿开 该死的狗男人 他暗自低咒 挣扎着仕途脱身 可男人那只手力道极大 他根本正不脱 而就在他私存着 要不要暗暗服用禁品丹药的时候 男人握着他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僵 龙悬酒面色一喜 趁机划出男人的掌心 就这么飞奔而去了 被明泽愤怒地皱眉 飞身要追 可突然 他被地上的一枚灵玉吸引了过去 那玉 是当年舅舅带他逃难之时 救命恩人说 要送给自家年满三岁孙女的东西 他前几日去神匠府 就是为了调查此事 难道 那女人竟是龙老将军 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门 只要孩子无事 我不杀他 老长 找到了 找到少主了 什么地方 再出去打电 我们 我们被毒晕了 哼 坏人 娘亲亲说过 所有想骗走小孩子的 都是人贩子 遇见了 一定要好好教训一番 小辈出门找娘亲 顺手还做了一件好事 娘亲亲知道了 一定会奖励我的 这些人贩子好穷啊 身上除了那些丑不拉几的 连放在院子里铺路 我都嫌弃的发光小狮子以外 根本就没捡好东西 那是什么 就在这时 太香了 这位叔叔好漂亮 跟小宝贝一样漂亮 还很有钱 衣服都是万年天残杀之道 腰里的储物灵气鼓鼓的 一看就知道 藏了很多好东西 好看又有钱 要是拐回家当爹爹的话 娘亲亲应该不会介意的吧 大烂叔叔 请问你是谁啊 今年多大了 有没有娶娘子啊 我是爹爹 不是叔叔 大烂叔叔这么直接的吗 大烂叔叔 你跟那些坏人是一伙的吗 你们都是来拐骗小宝贝的吗 是不是我长得 太过凶神恶煞了 所以才吓坏了小宝贝 北明雪 我是爹爹 我叫北明测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 但我是血脉至亲 你不必害怕 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都是爹爹的属下 那个漂亮叔叔 好像认错了人 他刚刚换的那个叫薛宝的孩子 难道跟我很像 可是漂亮叔叔 我要找我娘亲 好 爹爹这就带你去找你的娘亲 孙长 您是认真的吗 不是说这次出来找到少主以后 就要带少主去青丸山拜师学义的吗 怎么少主随便一句话 就又更改形成回论狱了 漂亮叔叔 你认识我娘亲吗 嗯 北明泽低应了一声 有些不大开心 但是也没办法 虽然他并不想看见那个叫龙子舒的女人 但那女人毕竟带着这孩子三年 这孩子年他也属正常 找娘亲可以 但是你得换我爹爹 算了 只要能找到娘亲 这样什么都无所谓 嗯 那好吧 以后小宝贝就叫你爹爹吧 乖 来 叫一声听听 爹爹 嗯 真好听 你娘里挂着的荷包好漂亮 小宝贝好喜欢啊 喜欢拿去玩吧 啊 大蓝绅士 出手也太刀放了吧 爹爹 你的衣服也很漂亮呢 回去 给你做更好的 那爹爹 咱们 要去哪儿找娘亲呢 回乱狱 你娘亲在那儿等你 小崽子 走 快给我回封印之地 这小老爷爷 没说起能有点过分 不停地喂我吃东西 别问 还别说我太瘦了 要多吃一点 我根本就吃不下呀 哎 小九你回来了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啊 七爷爷 我有事 必须要尽快把小贝 送回封印之地 他在外面 我不放心 哎 九姐 小宝贝不见了 我找遍了整个京城 都没有找到他 哎呀 小宝贝在这儿啊 这几天不见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走 诚意叔叔拿着灵符 去给你报仇去 小宝贝一定是怪我 没有保护好他 所以才不愿意理我 怪了 小宝贝怎么感觉 和从心不太一样啊 小崽子自己贪玩 跑出猴府 现在 我已经把他带回来 但他可能受了惊吓 所以一时 没缓过神来 这里没什么事了 你们自便 我得立即 带小崽子回封印之地 怎么了 北明旭感受着 手心突然变得 冰凉的麦珠 妹妹 麦珠为什么 突然就感应不到妹妹了 明明刚刚还感应到 离我很近的 为什么一下子就不嫁了 你 可小娃娃 却头也不回地 往前跑着 妹妹 你等着我 我真的去找你 我再也不会 太连别人 带给我的温暖了 我只要你和娘亲 直到她的颈尖 刺进一枚金色灵针 她小小的身体 扑通一声倒下 落进龙玄酒的怀里 乱玉 娘亲 娘亲亲 来看小宝贝 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龙小被急匆匆地 冲进店内 本以为会迎来 自家娘亲亲 香香的拥抱 结果一进去 她就被一个坏女人 用力按住肩膀 好痛 你是谁 快放开我 这个小卷种 不是个哑巴吗 什么时候能说话了 真是要回来 还要是把身弦都说出去 那我岂不是死定了 北明泽听到里面的动静 快步冲入 一进去 就看到龙子书 正用力扣着小宝贝的肩 顿时火起 指尖灵力骤然弹出 龙子书抓着小娃娃的手指 迅速被她震开 子生 雪儿她 她一定是在怪我 怪我没能救下她 害她白白受苦 子生 我没照顾好雪儿 您惩罚我吧 好奇怪的感觉 龙小被看着那个弯下身来 满脸委屈的女人 脑海里突然间 闪现过一些 非常让人害怕的画面 昏暗的房间里 一个小小的身影 被这个女人 一刀一刀划在身上 鲜血躺落得满地都是 还有被她捂住嘴巴和鼻子 喘不过气 还有被她紧紧掐着脖子 直到眼睛里浮上血色 龙小被心里疼得 有些喘不过气来 啊 太坏了 太坏了 这个坏女人 能原谅娘亲吗 果然是个小宠物 随便哄两句就乖乖做饭 雪儿 快 快让娘亲好好看看你 轻轻舒服 这个地方很坚硬 可以防身 也可以住进 坏女人 让你欺负那个叫雪儿的孩子 她心里暗暗冷哼着 小小的身子 在撞倒龙子书的同时 自己也从龙子书怀里滚了出去 这三年 你就是这般招呼孩子的 不 不是这样的 村上 刚刚我没有 我 爹爹 小宝贝没事 小宝贝不疼 求求您不要骂他 要不然 要不然他又要打小宝贝了 是吗 雪儿不怕 有爹爹在 没人敢再欺负你 这个小野转 分明从小就被我牢牢捏在手心里 甚至从出生到现在 都没有说过一个字 可如今偏偏地尊大人回来 他就能开口了 解释 尊上明鉴 这三年 我带雪儿如何 乱与人尽皆知 北心大人 北心大人 她是最知道详情的 雪儿奢侈逢难 我九死一生才将她生下 又不惜损耗灵脉 用尽全部灵力 才保下她性命 她是我的孩儿 我不求她大富大贵 但求她平安康健 可她 她终究还是怪我无能 怪我没有护住她 雪儿受了惊吓 近日便不回这里 你既身体不适 就不要到处走动 这三年礼食其如何 我自会调查 这该死的小健庄 谁给她的胆子 竟然这般挑衅我 哈 怪女人 让你欺负小孩子 我该 我已经 有五天没有见到娘亲亲了 好想娘亲亲 虽然这个漂亮叔叔人很好 但是娘亲亲会担心的 北明泽的脸上 脸上陡然浮现出一团血色鹰雾 诅咒又发作了 怕吓到小娃娃 她强行压下诅咒的力量 北星 北星听出她声音不对 迅速冲了进来 照顾好少主 是 爹爹 你要去忙了吗 嗯 你好好玩 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跟北京说 可是爹爹 你的脸色看起来好奇怪啊 你是不是中毒了 如果娘亲亲在这里就好了 以她的真数 一定能医好漂亮叔叔的 没有 爹爹只是有事要处理 你乖乖听话 爹爹很快就回来陪你 啊 爹爹 小宝贝等你回来 四日 龙小辈百无聊赖的 在店里逗着小零鼠玩 突然一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冲进了院子 可还没等他开口 后警就被人一个手刀劈中 带着面具的龙子叔 一把捞起小娃娃 随手丢出一张替身符 顿时 一个和龙小辈一模一样的傀儡娃娃 那假娃娃活灵活现 乍一看跟龙小辈一模一样 啊 我的好疼 她的耳边仿佛听到了 那个小哥哥干涸的嘴唇里 吐出细微的几个字 妹妹 娘亲 妹妹 救我 娘亲 救我 哥哥 那个血宝 就是小宝贝的哥哥 血脉相连的感觉 让龙小辈心里 一阵一阵地疼 他第一次像现在这样难过 比从前做梦梦到哥哥时 还要难过很多很多 龙子叔眼里冒出极度的光 狠狠抽出一枚 通体漆黑的匕首 小剑种 这把匕首 你应该很熟悉了吧 当初 我就是用这把匕首 把龙玄九那个小剑人体内的天生神脉 给生生抹出来的 什么 娘亲亲 这个坏女人 居然玩了娘亲亲的灵脉 那得多疼啊 伤害娘亲的坏女人 龙小辈忍着脖子上传来的疼痛 舌尖狠狠一顶 暗中藏在牙齿深处的一颗 小小的毒丸 顿时被他咬破 趁着龙子叔极不可耐的去取血的功夫 幽青色的毒药瞬间冲进龙子叔的鼻腔 但他一用灵力 不仅鼻子里往外冒险 就连眼睛和耳朵 甚至嘴巴里也不停地往外涌着鲜血 小剑种 快说 是不是你干的 坏女人 你赶紧放开我 要不然 你很快就会死的 好了 现在快把解药给我拿出来 解药我有的 但是 它被丢在了爹爹的寝宫 可实际上 哪里有什么解药啊 唯一的解药 就是时间 那你还不快去拿 可是 我不知道怎么回去啊 不过 虽然我这儿没有解药 但是我有办法让你不再流血 不 你这么坏 小宝贝才不想帮你 屈儿 你不会真的在怪我吧 其实 我以前那样对你 都是为了磨礼你 我是在用苏家的秘术 帮你锻造身体 想让你的身体和灵脉 变得更加结实 真的 如果 如果你真是为我好的话 那 那小宝贝就暂时原谅你了 龙子叔不等他说完 一把就抢过那药丸 丢进嘴里 果然 药丸一入口 鲜血顿时止住 恭喜恭喜 欢迎你喂小宝贝试药 辛苦你了 这个药还没有名字 不过 我听着这个声音 干脆就叫它咔嚓咔嚓吧 小娃娃话还没说完 龙子叔体内的灵脉 就开始发出一道道 咔嚓咔嚓的声音 没想一次都传来剧痛 并且越来越痛 小剑中 你竟敢耍我 我今天非掐死你不可 啊 坏女人 你自己慢慢享受吧 小宝贝走了 找 召集所有暗卫 立即封锁乱玉 寻找少主 嘿 爷爹 不用找了 小宝贝这不是回来了吗 尊上 属下失职 甘愿入死院领罚 爷爹 你能不能不要惩罚北星叔叔 他人很好的 给小宝贝带了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呢 这么善良的少主 我为什么没有看过好他 这就行了 我们一群人猜着替北星求了老半天的情 居然提不上少主的一句话 少主可真厉害啊 这么善良的少主 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啊 爹爹 小宝贝饿了 你能不能带我出去找好吃的去 只要 只要去找娘亲亲了 好 你想吃什么 东阳京城的肉包子 还有冰糖葫芦 新鲜的东阳鱼汤 好 龙悬酒本来是打算把孩子送回封印之地的 但小崽子一听到这个 就立马要跑 并且 他还不愿意开口说话 这可把龙悬酒愁坏了 最后只好哄着给小家伙戴上个面具 希望能瞒得过那个可怕的家伙吧 灵儿 这方面你比较擅长 麻烦你了 姐姐对我有再造真 这点小事 姐姐就放心交给我吧 大姐姐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苏 苏家来人了 苏家 果然来 一群废物 也敢欺负苏家大小姐 你们神将府 可真是一群万恩负义的东西 苏荣安用邪术 害死我们神将府那么多人 他才该死 就你这等货色 也配对我苏家大小姐不敬 也不好好想想 你们神将府能有今天 靠的是谁 还不是靠我苏家扶持 靠我家大小姐 和书表小姐的多方筹划 一群蠢货 不知感恩 反倒背叛我家大小姐 真是该死 龙玄九感闹的时候 神将府的前院 已经几乎全都淹没在 幽青色的毒火之中 他眸光一领 迅速将怀里的龙火火丢出去 可是 还没等小兽冲进 龙火火张嘴 就是一团金色烈焰 刚刚还大发威风的小兽 顿时惨叫一声 一头从半空中栽了下去 就凭你 别敢来我神将府撒影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不过就是苏家的狗 动了我的人 就给我乖乖受死 师父 救我 小贱人 我师父来了 你就挡着受死吧 师父 你可一定要替徒儿报仇啊 你 便是龙玄九吧 是又如何 给你个机会 乖乖束手就擒 本座 我可饶过府上其他人 好强精魂后的羞尾 这人实力 至少在先天境三重一杀 我你们执意求死 本座也不介意 无尽神将府 看 此人穿的是苏家巡逻使的服饰 身上的令牌刻着一个春子 他是 他是苏长春 苏家第七巡逻使 啊 巡逻使 这种强者 怎会来此 我怕是为苏荣安 那毒妇出头来的 那毒妇 做出内等恶毒行径 他苏家哪来的脸派人 替他出头 祖老们不必担心 我不管他是巡逻使 还是什么阿猫阿狗 敢在我神将府面前撒影 就别想轻易离开 无知小儿也敢口出狂言 今天本座就让你看看 何谓真正的先天境强者 苏长春抱贺一声 一道浑厚无比的拳进 迎头轰向龙玄九 小丫头 你的天赋的确不错 小小年纪已经踏入先前进 只是可惜了 若你没有得罪大小姐 本座或许可以考虑 将你收入人下 但你现在 为了替大小姐出气 能把你这一身修为给废了 不振 他一声轻贺 众长老们身上 陡然闪起一道道金光 金光瞬间冲向苏长春头顶 绘成一道金色洁剑 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照出雷阵 这可不是普通的雷阵呢 是我专程为你们苏家准备的真雷阵 巡逻使大人 小心了 雷将 他一声冷喝 苏长春的头顶顿时拧起一道巨雷 停手 快给本座住手 本座乃苏家巡逻使 就杀了我 苏家必将踏平神将府 就算我不杀你 苏家也不会放股 所以 结果都一样了 龙悬九指尖灵力下压 小贱人 你去死吧 话音未落 他便一拳击向自己的肋骨 咔嚓 肋骨断裂 他硬生生地用手指扣出一枚肋骨 肋骨之上 阴气森森 他飞起就将那肋骨刺向阵势中的龙悬九 肋骨受邪术影响 变成一条紫色灵蛇 蛇身之上 刻着繁复的紫色花纹 小贱人 就让你死个明白 这是本座无血炼化的士灵蛇 只要被他引住 你这一身灵力都会被吞噬 说话间 灵蛇冲出 一股又阴又冷的气息骤然逼近 阵术还在继续 龙悬九此刻无法动态 眼看灵蛇森冷的毒牙就要咬上他的手臂 可就在这时 一道无形的气劲陡然冲向那条灵蛇 灵蛇身体一卷 顿时吃痛地缩了回去 化为一滩子水 暗冲 抱着小娃娃 抱着小娃娃的男人眼底 越过一抹冷芒 而被他抱在怀里的龙小辈 看到那条小蛇被击退后 暗暗松了一口气 大量叔叔实力很强呀 所以不能让他知道小宝贝不是他的孩子 得让他再抱抱年轻 爹爹 这个人可太坏了 长得又高又大 怎么能欺负一个柔弱女子呢 而且还用上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真是太脏了呢 男人愣了一下 忽然勾起一抹笑意 然后 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抬 一道无形气劲骤然冲出 苏长春正去抠第二根肋骨的动作 猛然一顿 谁 阁下究竟是谁 为何要与本作为敌 没等他话音落地 荣选九便趁机再次发动雷震 接连三道聚雷屁下 你们等着 苏家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苏长春不甘地嘶吼声 骤然停歇 雷光过后 她的身体重重地倒在地上 一团浇黑 康康 究竟是谁在暗中帮我 不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只是天面行事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只要留下我一命 这人倒是足够贪生怕死 死了师父 也不见他伤心愤怒 反而一心只求自保 有点意思 我可以饶你不死 但 要看你有没有诚意了 还说 我什么都说 龙玄酒满意地挑了挑眉 示意守卫把人带走 可就在她准备转身回去的时候 后背却陡然伸出一丝 森然凉意 好强的气息 是刚刚那个人吗 这女人好敏眉的知觉 我已经脸藏了气息 时间能感知到我存在的人没几个 可这个女人 却险些发现了 她身上的秘密 当真不少 爹爹 小宝贝喜欢刚刚那个漂亮阿姨 抱歉啊 娘亲亲 小宝贝不是故意这么喊你的了 小宝贝只是想给你找一个免费的护卫 很强大的那种啊 你 喜欢她 她之前不是把你抓走 伤害过你吗 没有啊 漂亮阿姨人美心善的 怎么可能会伤害小朋友 没有这回事的 太郎说说什么眼神啊 娘亲亲怎么可能会做出伤害小孩子的事情呢 既然那个女人没伤害过她 那就是那个叫龙什么叔的女人家说话 敢把我算进他们之间的恩怨里 还敢拿孩子撒谎 她胆子不小啊 好了 都是爹爹刚才说错话了 不过 薛儿 你确定要我帮她 嗯 小宝贝喜欢这位漂亮阿姨 而且啊 你看 她弱不尖锋的 都有那么多坏人在打她的主意 咱们是不是应该英雄救美一下啊 嗯 不对 是什么来着 拔刀什么座来着 好好好 别想了 爹爹听你的就是 不过就是陪着看个戏吧 至于那个女人 柔弱 哼 惨怪 嗯 大蓝叔叔有点乖 虽然刚刚她误会了娘亲些 但是 还是想帮回家当爹爹 你 你别杀我 你想问什么尽管问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只求你给我一条活路 我叫月红飞 是个孤儿 很小的时候 就被师父捡回去当仕童 慢十岁以后 就被她收入门下 但她常年在外办事 所以 我也不常回苏家 所以 你想说你对苏家了解不多 是吗 不 不是的 虽然我不在苏家 但 从师父那里 也听到了一部分 关于苏家的消息 女大人 您放心 我对你绝对忠诚 是吗 那你先来说 那你先来说说 苏家为什么这么着急找炼药师 女大人 这件事 我知道的也不是很详细 我只知道 师父接到苏家的命令 说是要找炼药师 所以 你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原因 也是我猜测的 所以 我不敢确定 这小子 有点意思 是吗 说来听听 好像是苏家 要对祖弟那边 做点什么事 然后 急需大批量的丹药 所以 久未常年在外的巡逻使 都一同接到 要寻找炼药师的消息 苏家祖弟 荣玄酒的眸光 默得沉了沉 月红飞注意到 他眼神的变化 女大人 关于苏家 为什么找炼药师的消息 我能猜到的 就这些了 毕竟 祖弟的事情 在苏家那是绝密 不过 遗憾的是 苏长春那个老贼 这次没有抢到丹药师 被别的家族的巡逻使 给抢先了 他担心回去 会受到家主的责罚 所以 才在听说苏大小姐 被赶出神将府的消息后 特意转到东阳京城 本来是想借此机会 把您给带回苏家 好博取大小姐的欢心 求她在家主面前 为她求情的 结果 却撞到了铁板上了 真是恶有恶报啊 那个老东西 居然死在了这里 看来 老天还是开眼的嘛 我知道 你不会信我 但是 若你知道苏长春那个老子 你就能理解我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撕开自己的衣领 露出里面的 那些被烙满无数疤痕的胸膛 有被鞭打的 被烙铁烫的 有牙齿啃咬的 还有一些深可见骨的细密小洞 整个胸膛上 心就疤痕交替 竟没有一丝完好的皮肤 女大人 其实 你算是我的恩人 因为 你杀了苏长春 助我脱离了他的魔爪 所以 我希望您能再帮一帮那些 和我一样的可怜人 有少年 有少女 都是些稚气未脱的孩子 可他们 却每日都活在煎熬里 稍有不慎 就会被灵虐致死 苏长春 他们这些苏家的巡逻士 全是一群皮脂人皮的魔鬼 女大人 只要您愿意帮助那些 和我一样遭遇的人脱离苦海 我月红飞 此生此事 都会效忠于你 你先起来 女大人 还是不相信我吗 没关系 日久见人心 我月红飞打小就知道 这世上没有白德的信任 你说的是 我会考虑的 但现在 我需要你告诉我更多 关于苏长春的信息 以及他和苏家 下一步的动作 越细越好 月红飞震了一下 大概没料到 他真的会考虑 他所说的那件事 并事无巨细地 跟他汇报了苏长春的 一切信息和行动 这小家伙 看上去心情挺好 买猪又烫了 妹妹又回来这里了 太好了 龙小贝 跟你商量个事 娘亲有事 要出去一段时间 这些天 你就乖乖待在侯府 跟诚意 在府里玩 最好就别出门了 要是一定要出门的话 记得扶下一容单 小贝 我的亲爷爷 也就是你的太爷爷 他被坏人抓走藏了起来 我要去救他 但那个地方 很危险 所以不能带你一起去 你乖乖在侯府等我回来 知道了吗 别担心 这次娘亲亲 不是用自己的身份去 是用这个 他一边说着 一边扶下一枚义容单 下一瞬 他就变成了一个 体格魁梧的中年男人 别怕 你忘了 这是义容单的效果呀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出发 小崽子 你这次 可千万不要再乱跑了 那不是苏长春的脚子 他昨天已经死 怎么今天 苏长春已死 出来的 应该是强犯犯 这女人又小了 爹爹 我们不是要去 长西吃丸子的吗 怎么 往城外走了 你不是喜欢 那个漂亮阿姨吗 爹爹带你过去找她 爹爹最好了 小宝贝最喜欢爹爹了 当然 最最最喜欢的 还是你要亲亲哦 五天后 鸡血城 群方殿 龙玄九 假扮成苏长春 长春 今次怎么来的 这般迟啊 可是路上出了 什么岔子 嗨 能出什么岔子 无非不就是 那点的事 一边说着 一边扭头 故意用暧昧的眼光 看了看身旁的月红飞 嗯 既然 人都到齐了 那就开始吧 这是要做什么 围猎 龙玄九 这才惊觉 这场围猎围的 竟是这些身上 没有灵脉的孩子们 灵阵中的那头灵兽 是白鹅虎 用这么一头旁人大物 对付一群 没有灵脉的孩子 这些人 居然还一副 看好戏的兴奋模样 他们坚持毫无人心 你要做什么 女大人 求您帮帮我 救救他们 就这会儿功夫 灵阵里的灵兽 就一张口撕碎了两人 浓郁的血腥味 瞬间弥漫全场 哇 漂亮 这一出手就是双杀 不愧是 手屎大人的灵兽啊 没错呀 白鹅虎如此凶猛 手屎大人 驯兽有风啊 白鹅虎冲啊 把这些低贱的 小兔崽子全部撕碎 没错 全部撕碎 一个不留 这才配得上我们 勇猛无双的手屎大人 灵阵中血腥一片 那手屎得意地 坐直了身子 故作谦虚地摆了摆手 这算什么 不过就是跟这些小奴隶 玩个热闹吧 手屎大人 这就太过自谦了 属下可是知道 这头白鹅虎 当年那可是参加过 围捕东阳老神将 那场大战的 他可是那场大战的 大功臣呢 就是 这一年 连家主都亲口赞扬过的 爷爷 说起来 当年东阳老神将 那可是发起怒热 直逼圣灵境界 巅峰的至强者呢 至强者又怎么样 最后还不是乖乖 折在咱们苏家手里 照样成为咱们苏家的 接下求 哎呀 只可惜 我当年没赞赏 想到爷爷那样 为国为民的大英雄 最后居然会沦落到 被这群卑劣的 小人欺辱的地步 他就觉得心如刀绞 龙和火 娘亲亲 谁惹你生气了 活活这就把他 烧成渣渣 去把那头 该死的大家伙 给我烤了 好嘞娘亲亲 龙和火兴奋地 答应一声 小小的身板 直接冲向 灵阵的方向 一道烈焰冲出 那随意筑起的灵阵 当场被烧毁 杀得郑兄的白鹅虎 身形猛然一顿 下一瞬 在所有人 无比震惊的目光中 他扑通一声 匍匐在地 众人口中 威猛无双的他 居然就这么扑在地上 缩着身子 瑟瑟发抖 龙玄九 以暗中握着手里的 一枚散状神器 悄然来到 首屎身旁 长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来 要你的命 不过短短片刻 首屎就灵力耗尽 应付不下 最后他活活 被一道又一道的灵树 给轰成了碎片 死无全尸 龙玄九拼命 催动神阵 只想看到这些人 得到该有的惩罚 却忽略了 他自己的承受力 如此大的消耗之下 他脸色极其惨白 眼前也开始 一阵阵地发黑 就在这时 一瓶丹药 咕噜噜滚到他的脚边 龙玄九想也不想 抓起瓶子 就往嘴里倒去 爹爹 小宝贝觉得 像漂亮阿姨 这么善良的人 不能就这么被打倒 所以 小宝贝就悄悄 拿了你的丹药 去帮他 爹爹 应该不会怪我的吧 一瓶龙血丹而已 没了再练就是了 你高兴就好 哇 龙血带 娘亲亲说 这世上能练出龙血丹的人 少之又少呢 他俩叔叔可真是太大慌了 龙小贝两眼直冒惺惺地看着北明泽 那不如再多拿几样好东西 给娘亲防身 暗暗思存着 他肉嘟嘟的小手 悄咪咪地绕到了北明泽的背后 假装是抱他 实际上 小手搁劲地往他腰间的灵气袋里摸索着 小娃娃的手指无比灵活地扒拉着北明泽的灵气袋 大眼睛越来越亮 而此刻 伏下龙血丹的龙玄酒 终于恢复了过来 女大人 咱们是不是需要留下一个巡逻使 带咱们去苏家 是 去苏家 但是 这些巡逻使随便另一个出来 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威胁 该如何让对方乖乖听话呢 就在这时 他的脚边咕噜咕噜地 又滚过来一个小瓶子 控灵丹 若是让敌人扶下 能够随时控制对方灵力强弱的极品丹药 什么意思 小宝贝给他的龙血丹 他毫不犹豫就吞了 我给他的控灵丹 他怎么不用 是不懂用法 阿良叔叔 应该居然主动给娘亲送了宝贝 他是不是看上娘亲亲了 要是能把他拐回家当爹爹的话 那以后 岂不是一时无忧了 龙血酒私存了片刻后 还是拿起地上的控灵丹 把他丢进其中一个巡逻使的嘴里 而他自己则随手化去易容丹的效果 取出冒杀戴在头上 你 你是谁 这个 你不用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 接下来 你若乖乖配合我 我必保你坐上苏家手使之后 但你若不肯配合 他你体内的控灵丹 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好 我配合 我一定好好配合 这就对了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在下苏云青 是苏家排在最末的第九巡逻使 行了 这就够了 带我去家那群炼药师 要想打进苏家核心 他必须要成为苏家唯一的希望 那几个炼药师 绝不能进苏家 爹爹 小宝贝有点困了 咱们睡觉觉吧 龙小辈悄悄动了一下身体 然后 他才轻手轻脚地从踏上爬了下来 肉嘟嘟的小手心里 悄悄地捏着一块玉碱 这是他刚刚悄悄从爹爹怀里 掏出来的传讯玉碱 小娃娃一边想着 飞快地溜了出去 夜色下 北明婿小小的身影 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飞奔着 脚下凌厉闪动 速度极快 终于越来越近了 这一路拼尽全力追赶 终于离妹妹越来越近了 正暗自死存间 他视线里突然闯进来 一个小巧玲珑的身影 妹妹 她是妹妹 他激动地张了张嘴 可是喉咙却依旧发紧 那个梦寐以求的妹妹两个字 他怎么也喊不出口 不由急出了一头的汗 龙小辈手腕突然被抓住 吓了一跳 几乎下意识地 就要掏药粉出来干架 啊 你是谁啊 为什么抓着我 小哥哥 你是迷路了吗 还是哪里不舒服呀 你的手心里冒了好多汗呢 不过你别怕 我可以带你去找我娘亲亲 阿姨树可厉害了 一定能治好你的 嗯 这位小哥哥 好像很瘦啊 小哥哥 娘亲说过 世间我有宝贝和美食不可辜负 你要乖乖吃饭 不然会长不高的 娘亲 北明旭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 她无法开口 表达不了自己的情感 只能就这么固执地抓着小姑娘 热乎乎的小手 有些不知所措 啊 是我刚刚话说得太重 吓到小哥哥了吗 正想着 小哥哥突然递给她一枚珠子 妹 妹 啊 谁在说话 嗯 果然 小孩子还是要肉多多的才更可爱 不过 小哥哥你也很漂亮就是了 啊 暖暖的 肉肉的 啊 妹妹好可爱啊 啊 你 你不会真的是小宝贝的哥哥吧 啊 精神的那种 北明旭定定地望着她 眼神坚定地点头 啊 罗姨 我真的找到哥哥了 娘亲亲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哪来的臭小子 放开他 就在兄妹二人紧紧拥抱的时候 接到另一边传来北明泽不悦的冷和声 虽然都是男孩子 但那也不行 啊 姑妙 叔叔来了 哥哥 你拿着传续遇见先走 我以后再找机会跟你见面 千万不能让叔叔回声都不会了 她 她跟妹妹很像 跟我也很像 那她会不会是爹爹 她是爹爹 是乱与底座 是那个坏女人折磨我时提过无数次的制强者 可那又如何 她要娶那个坏女人 还抛弃了娘亲 害得我同娘亲妹妹骨肉分离 她是坏人 不能让妹妹待在这个坏人身边 万一妹妹被她带回乱玉 那个坏女人一定会折磨妹妹的 我是哥哥 我要保护妹妹 龙小辈看了看北明泽明显恼怒的神色 又看了看哥哥丝毫不退让的眼神 仿佛这两个人之间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大战 爹爹 你是在生小宝贝的气吗 刚刚那睡睡粉 我不是跪下的 我只是想一个人悄悄去找那个漂亮阿姨玩 又怕你生气 所以才悄悄对你下睡睡粉的 我错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那小子是谁 哦 她是一个迷路的小哥哥 我给她指了路 她刚刚是在感谢我 哥哥 你先走 以后我再找机会见你 哦 对了 还有娘亲亲 娘亲亲现在在苏家 你快去找她吧 我一定会找机会 把妹妹从那个坏弟弟手里救出来 然后带着妹妹一起去找娘亲 险些被发现的龙悬酒 飞速从苏家方向逃出来 结果大老远就看到巷子里有人 那是 小崽子 他怎么在这呢 那个抱着他的男人是谁 哎呀 不会是那个混蛋又跑来抢孩子了吧 是他 他跟那个臭小子是什么关系 怎么感觉他好像很紧张的孩子 龙小辈 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又偷偷跑出来了 啊 怎么这么巧 在这儿能撞见他 我知道你想我 但是从东阳京城到这里这么远 你一个人跑过来 万一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 下次不许这么调皮 知道不 我这次去苏家很危险 不过 你既然来了 我就不能让你在外面待着 所以 待会儿我带你去苏家 就说你是我的药童 还给我送东西的 什么人 鬼鬼祟祟 藏头鹿尾 你跟踪我 我没有跟踪你 我只是随便走走 结果发现这里有其界 就进来看看 没想到居然在这儿也能遇见你 龙悬酒不等他话音落地 指尖灵针便骤然飞出 别啊 别啊 九二 九二是我 你快停下 别打了 听到他喊出他的名字 龙悬酒这才默然停下动作 九二 他竟认识他 你到底是谁 哎呀 九二 我是池贤飞 东阳三王爷 池贤飞 不认识 不过那个东阳三王爷 他倒是有点印象 不久前是大伯龙正卿带去神将府 说是为了补偿他 想要这个三王爷取他为侧妃 阁下以为我不认识三王爷吗 不不不 我这是服了一容单 不信 你替我把脉看看就知道了 三王爷 不是向来慵懒散漫 不理俗误的吗 怎么摇身一变 就成了丹蒙的少盟主了 不好 有人来了 带着他便朝先前查探好的一个角落躲去 结果一躲进去 他就直接撞到了一个结实的怀抱里 怎么这里还有人 而此时此刻最为尴尬且郁闷的 当属池贤飞无疑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喜欢的女子 当着他的面撞进别的男人怀里 额头还被人给亲了 最重要的是 现在这种场合 他居然还不敢生气动怒 这真是自家的好白菜 就这么当着他的面被猪给拱了 就算这猪长得比他俊 气质比他好 貌似实力也比他更强 但这终究还是让人非常的不爽 放心 那些人看不到我们 至于旁人 那不在本村的管辖范围 阁下竟然热心相助 不如就顺手把他也救了 否则 万一他被抓住 再把你我供出去 岂不坏事 你就这么想帮他 真意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 只要你靠近你 神意就莫名变得不听使 灯兔子 松手 别动 九二 你别求他帮忙 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脱身 随后 石贤飞拿出了一样 让他感觉异常眼熟的东西 灵影斗篷 他怎么会有灵影斗篷 灵影斗篷 这女人居然连这个 都送给那个家伙 他们关系就这般亲厚 就在这时 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下 一道冷喝声骤然响起 大小姐 这个时候 你为何突然来辞啊 我接到消息 说有人 暗中潜入我苏家 有人看到他进了这里 所以 我特意过来查看 是苏荣安的声音 子弟妃家住之令不可善入 大小姐还是请回吧 大长老 就这一次 还请通柔一下 大小姐还以为自己是以前的大小姐 现今 龙琴湖被求阻递 而你已彻底与神江府闹翻 再也无法调查那东西的下 且又遭到秘书的反噬 老小 奉劝你一句 是可而止吧 你在胡说什么 无论我变成什么样 我永远都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 而且我告诉你 此事事关重大 那个突然跑进咱们家的炼药师 他就是龙循九 他假扮炼药师潜入家族 肯定是为了前往祖地 营救龙晴虎那个老东西的 哎 大小姐你真是疯了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 污蔑丹王大人 老修也知道 当日你受丹王大人惩罚心有不分 但你也该想想自己当日的行为 若非你先无礼得罪丹王大人 人家又怎会同你一般计较 大小姐 你好自为之吧 大长老丢下这句话后 一道灵力骤然轰起 紧接着便是众人被直接强行轰走的声音 苏荣安怎么会突然知道我假扮炼药师这种事 莫非是龙子叔悄悄来的祖家 特意跟苏荣安说起 被我暴打的事情 最后引起苏荣安的怀疑 也不太对 苏荣安刚刚明显是抱着十种的把握来的 很好 他们全都聚在了一起 我也能省些力气 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击 不不不不 可有人闯入这里 没有 没有 这个大小姐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此事还得去找家主仔细说道说道 千万不能让他坏了我苏家的前途啊 说话间 大长老的身影就又消失在了入口处 女人 你轻薄了本尊 你还敢到处沾花惹草 你就不怕本尊 灭了你的相好的 凭什么说是我轻薄了你 这种事 你要真不想 我也拿你没办法不是吗 虽然三年前的事 他没什么记忆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当时自己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 所以 最多我们两个也只能算是你情我愿 各取所需吧 污蔑我轻薄你 你哪来的理